疫情期间部分的产业逆势成长 在基隆的未遇用品业者发展成观光工厂 开放民众参观体验 包括干支分离的浴室 有安全辅助功能浴缸 逐步把企业越做越大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安排到现场 更承诺会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协助 强化社会经济任性 看到黄金马桶 总统蔡英文都忍不住惊呼 真的好特别 再看到旁边的免制马桶 通通都是MIT品质保证 为戴基隆这间未遇用品公司 打造成观光工厂 里头陈列的未遇空间干支分离 但温暖烤箱更是冬天的一大享受 这些都来自业者的精心设计和研发 发展一个技术 让老人家用预测的时候比较安全 那这样的企业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 改善生活从预事开始 我想跟大家说 改变台湾的经济也是要从中小企业开始 不受疫情冲击反而把产业越做越好 更落实照顾员工 这让总统蔡英文很赞赏 这回已经是第四度来参访 每次通常来一次我们企业都成长一次 我们公司也一样 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一样是受益 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国了 关在家里 防止的那个卫浴设备都很老旧了 就一天不再更新 所以我们的更新是做不完的企业 这两三年我们是都自己怕在成长 红家三兄弟 白手起家 聪明众每天都会用到的卫浴设备出发 以安全贴心角度来做设计 发展出台湾特色的卫浴王国